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分35秒4 恭喜小玉先拿一分 最后那个点 先起步是小玉顶先了一个车身位 这边只有采取的方法 云海外卡内 没错 挡到了小玉的这个入弯路线 对 但旦旗与点栏目还是能够坐上的 只不过这速度上受到一些影响以后 再做后追 车身拉过来以后 旦旗与点栏目再接一个点票拉过来 这一个长直到的距离速度就已经影响了 没错 前面再来一个暴力 云海拿到顶跑位以后 小玉想要后追还是比较困难 对 而且小玉这边连续的一个控车以后 再次把距离拉开一点点 还好只要淡岩能够沿上去停 这边飞得好高 小玉刮蹭了一下 但是顺利地飞跃过来 对 但是经历了刚才那一波飞跃 距离来说没有拉开还好 就开起来以后再接一个进阶拉过来 这个淡气开得比较早 相较云海来说 路线要更为极限 可以稍稍拉近点距离 在前面飞沿上 这里看一下側身再拉 对 主要就看下面的这个路线 能不能拉近距离 如果这个弯道 诶 又失误了 这个弯道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没错 看一下来到后半段的话 目前距离来说 只能看一下双方的稳定性 是 就只剩下最后的飞跃了 卡曼这个气 双方淡气节奏是一样的 云海提前开启淡气以后 玉子圆板通过没有这个问题 甩尾冲线 翻回一分 抢到了小玉的王图 1比1 暂平 看有没有机会吧 看一下最终的一个结果 对 因为我经常强调这张图 是实战比较难出诚意的 还需要很多弹射的绝佳角度 以及ECU完美释放 而且这是一张两圈的图 是 小玉第一 二个弯道 直接不弹了 先球稳跟着你 在后面再找机会 是 这辆车 它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WCW喷可以达到CWW最高速度 是 CW喷也比较快 但是你千万不能空拍单气 空开的话 这个影响不是天行者 对 不是天行者也不是流芒 是的 刚才小玉的一个CW 其实是万能比银海完美 已经拉近了距离 早上加速带了 但是后面二眼断光标 还是没有对抗的机会 顺侧再强拉车头 没有拉近距离 对我们说的那种情况 前面选手如果把系列做死的话 后面的选手 哎呦 对方机会 但是其实没有对抗到的是 银海自己的一个穿路 第一圈两个46秒钟 看一下 这个地方稍微被挡到了一下 是 WCWP还是可以再跟上 刚才这些距离 感觉也不能说白追了吧 但是感觉前半段小玉的处理 来看没有云海那么细节 哇 这边一个内线 云海稍微干扰 但是这个踩射 还是要优于云海的路线 没错 一个交错以后 还是白倒地 这边没有侧身 保护好自己 云海少了一个小喷 应该是出弯的时候 太极限了 磕掉了一个小喷 这样的话剩下二元断光标 看这就是做足了准备来的 这种新天王宝 小玉明显要比上个级的对决 跑得好得多 没错 最后的一个进阶拉过来以后 可以顺利充限 对 反拿王图 双方互抢王图以后 现在比分二比一 小玉暂时领先一分 选没有放出来 对 其实很多很多细一点 真的能够让人突飞猛进呢 就是 为了不让大家都学到 是吧 就为了多半点棋 是吧 看起步 剪成氮气来放 起步小玉拿到有毛围 但是少了一个氮气 这个氮气没有起满 因为云海实现了反超 小玉疯狂补气 而且发现这个气好像补得 并不是特别顺利 没错 这个飘飞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的不顺畅 这个点出来稍微有点多 起步很快 但是氮气没有起满的情况下 这样的一个实物 直接让云海 拉开了一个非常大的距离 主要是刚才的那一个 对抗影响还是非常大 来到后半段以后 看一下云海距离已经拉大 没错 没跳起来 但是影响不是很大 因为这个氮气节奏 还是比较不错的 看一下云海在属于 赢跑位的时候 慢中快驻技巧操作开来 第一圈42秒 中很快 我觉得中央前车拉过来以后 现在比小玉的其他距离 还是在三个车车位左右 并且氮气非常充足 云海可以疯狂地 加快自己的过弯速度 但是没必要疯狂 因为现在球稳 可以稍微球稳一点 对 但是过了这个点以后 就要看后面的压车 球稳为上上侧 看一下甩不甩 对 可以不甩 对 我觉得没有必要甩 对 落地 小的暴力压车 路线还是非常极限 只要把操作做好的话 其实即使采取一个极限的优势 也很难拉近太多的距离 对 而且后面小玉 在后半段也出现了失误 没错 最后一个万中快驻 以后这把冲线实践 1分23秒27 还是稍微稠稳 对 但是气节还是很好 所以说 这一个雇员归罪 但是雇员归罪 这辆赛道 双声也不能说完全的称霸 对 就毕竟说 集业优名都是有一战之地的 但这张图挺难稳的 先来看一下 没弹出来 主要是你目前所面对到的后追车是银河之光 是啊 所以说这手选择很大胆 作季以后一个弹射拉过来 下一个弯道 对 前面就直接弹射延续 但是角度还好 可以顺利地调整过来 对 小卡一下 对于云海来说 只有凑那个架子在才能跑法更快 再弹射延续 连续的两个弯道都没能弹出来 而这个弯道也出现了一个拖飘的情况 这点续的几个弹射没出来 双战神也很难打出来啊 三个弯道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来到第二圈 是 第一圈 四十四 我远海应该是四十二秒钟大 两秒的差距很难追啊 再说 也是又出现了拖飘的情况 四十二秒八歇两秒 各地以后看一下来到后半段 还有没有机会 又没弹出来 这边短暂以后也刮蹭了一下 没断掉还好 看远海在前面 正常来说采取普通的双弹射 稍微求稳一些 选手们现在的完整度肯定很高 但是刚才小玉是直接想要硬弹 而不是双杀也不是轻杀 不直接弹射吗 对 还这一把云分扎分打 再拿一分 三比二来到了局点 但这一分丢掉的话 对于小玉来说非常亏 就很大 确实很多点嘛 一个下关车的点 两个下关的点 后半段主要是考验你的路线 是 而且你想要求极限的情况下 下关车多多少少 可能会有一些磕碰 是 来看一下起步 起步都是一个断鸟 小玉这边想要碰撞 但是自己的问题更大 对 这一桌起步的话 又是拉开的距离 三点弹射以后 卡满一个氮气 再接一个WCWW 是 云海来到云跑位 而且这也是云海的局点 没有卡满这个气 而且实用之一 是没有自动机器特性的 落地 卡下氮气以后 再拉一个进阶 但是落后的这个距离 一定要拼命地做极限 才能够有碰撞的机会 是但双方赛车都一致的情况下 只能拼自己的路线 对云海稍微有点偏差 小玉瞬间跟了上来 但是少了一个小分的情况下 看一下前面的延续速度 还好可以接受 并不是很慢 没错 这个点 弹射也弹出来以后 来到第二圈 是 前面再来一个包地 云海紧随其后 小玉先在顶先的位置 看一下过山车下落的极限性吧 第二个过山车 没错 现在两个人 都不算来到了安全距离 下一个弯道云海有对抗机会 可以先碰再飘 但是会不会这样选择 他选了 但是这里自己也被挡到了一下 对 但是延续可以延上 并没有乱掉自己的节奏 速度上来说 云海更快 再下过山车 路线上小玉碰了 云海圆满通过的情况下 最后看一下 单机延续延上 延续的延续 甩尾云海冲陷了 4比2 拿下本轮搜索赛 大分2比1 相比前两局来说的话 是稍微快了一点 对 你就像教育前两轮比赛来说 对 对 4比2比较快 但能够发现 其实面刀云海 尤其在这种心脏局 他更能担得下来 对 如果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心态 确实很难应 其实在第一车的时候 云海已经给了一个机会 他在下过山车的时候 是出现了一个 比较严重的碰撞 然后小玉顺势卡位 少有的失误已经给到了 恭喜云海 4比2拿下本轮搜索赛 大分2比1 现在RNGM来到领先的一方 是的 那接下来就是由RC 来进行模式的选择 对 会选什么 大概就还是道具 我觉得可以先选一下道具 因为 这个就是 怎么说呢 因为就是 我们也说了嘛 旧赛在进行双杀的概率 比较 很低 小 然后RC有两套阵容 是 但是 我觉得不大可能 再出现阵容的轮化了 4比2 8 1 3 4 4 感谢观看